欢迎收看这个频道 《亦难亦旅,旅行的旅》 这条影片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加连卖游轮 Carnival Panorama在疫情之后的改变 看这条影片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环境 如果你不有空看的又想知道结果的话 你可以跳到片尾大概两至三分钟 我在那里告诉你有什么差别 这条影片就是我拿了锁匙后 马上入房拍的 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完整没有移动的房间 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看不到有互发素 即是Conditional 没有潤枯露,Losens 没有咖啡壶 床头柜都没有插素 不过比起疫情前后 房间设备没有很大的改变 要有的其实基本上都有 例如半箱,沙发,雪柜,风筒 调整冷暖气温度,桌子 桌子上有两个美式120伏插 另外一个英式230伏 还有两个USB插座 现在加联华游轮鼓励顾客 用他们的APP 就是Carnival Hubs APP 船上所有活动 包括每天的行程表 表演时间 食饭预订 其实不需要预订 短途的旅程 Excursion 船的位置图 Deck plan 或者是他们的promotion 加上我们自己的邮轮账号 一目了然 由于船上提供无线内联网 Internet 不是Internet 的上网 所以很多资料是实时传播和更新的 至于互联网 即是俗称的Internet 或者WiFi上网 还是另外要收费的 比起疫情前 其实分别不在房里面 而是在外面 譬如我们可以看到 船上周围都有搓手翼 餐厅附近有洗手机 他要求所有顾客都要戴口罩 甚至去劇院看show 买了饮品 Cocktail 他们的工作人员都要求 观众喝完之后 立刻拉上口罩 挺严重的 还有我们看到船上 很多工作人员都不停清洁 令到我们觉得 在邮轮方面做得不错 第三个变化就是价钱 便宜到你不信 一个七天在Long Beach出发去墨西哥的行程 露台房一千元美金都不用 全程早午晚成二十餐 我们出去吃都要这个价钱 好了 今集先说到这里 下一集就说一下嘉年华自助餐在疫情之后 有什么变化 多谢大家收看